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说今天的主机市场是属于索尼微软任天堂三方争霸的三国时代 那么掌机市场则属于任天堂的大一组王朝 上一期我们为大家讲述了掌机历史上始祖级美胎赛车与首部历史革命性掌机微视觉的故事 今天按照时间线的顺序该轮到我们最熟悉的老牌厂商任天堂掌机给不过时的登场 GW虽然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部掌机 但是却是对整个游戏行业当之无愧的第一推动作 因为无论对于任天堂也好还是对于整个行业来说 它的贡献和影响都实在太大了 如果说当年没有GameWatch的诞生 那么任天堂很早可能凉凉了 更别提什么日后的塞尔达之类的大作 也许有王会说至于这么夸张吗 如果没有GW任天堂还能倒闭怎么呢 本期咱们就来聊一聊GameWatch这台传奇掌机的故事 任天堂最初是由山内防止狼在1889年9月23日创立的 早期的任天堂也只是一家生产纸牌为主的小公司 在1963年后还曾踏足过出租车行业和宾馆行业 甚至还卖过吸根器产品 而且真正踏足电子产品的游戏界 还要从1969年那一年开始说起 因为在这一年任天堂真正意义上的单独的建立了游戏部门 并在所有的多年里 推出了在当时很受大众欢迎的玩具产品和光线枪打把系统 当然这些产品创意几乎都来自于一位传奇人物 彭景君平 彭景君平1965年就职于任天堂 1969年被任命为任天堂游戏部部长 1996年辞职离开任天堂 1997年10月4日因车祸失事 生前曾开发设计GWFC轰带机 GBVB还有WS等多项产品 也是十字箭的发明者 马里奥系列的创作者更是公本帽的导师 绝对是游戏业界的传奇人物 在1979年的某一天 彭景君平乘购新干现实比较无聊 就环顾四周开始打发时间 结果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在摆弄手里的计算器来打发时间 突然之间一个想法就从脑子中出现 假如可以设计出一款既有电子计算器大小 价格又低廉的游戏掌机 那么肯定会大受市场欢迎 毕竟当年的日本人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打发闲暇的时间 都已经无聊的按计算器了 可想而知 这市场需求有否大 横顶君平也是一个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的人 回去之后就着手拟定提案 说来也巧 提案还没准备好上报 就赶上了当时任天堂老大 山内堡的司机请兵驾 因为日本都是靠左行驶的 本土的汽车都是在方向盘的右侧 而山内堡的专车是进口的外国车 也就是说左侧方向盘 当时全公司也只有横顶君平一个人 能熟练的驾驶外国车 于是横顶君平为山内堡老大 充当了一天专职司机 而且就是这次机会上 横顶君平直接将想法告诉了山内堡 山内堡随后就与高层展开了一次讨论会 专门研究这个提案是否可行 但是不少高层还是并不看好这个提案的 要知道当年任天堂 自己也在经历宾威破产的危机关桃 因任天堂在1973年 花巨子开发室内光线枪 打把场系统 希望出国到欧洲与美国 可结果是1973年10月 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也就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石油危机 导致大量订单全部泡汤 很多游戏厂商已经此时倒闭了 任天堂也是差一点的关门 这口气还没喘云呢 就来了个掌机提案 高层说不担心 那绝对是假话 生怕一个不小心就真丢了饭 山内谱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的人 他本人还是很看好电子产业的 虽然说高层都是否决票 但是还是将横景军平给叫来了 再次现场认真听取了横景军平的想法 而横景军平也是很干脆的 当场立下了一旦产品研发成功 有机器让销量达到200万台的军令状 山内谱也是非常信任 并看好横景军平的 再加上200万台的军令状 直接立牌中业 拍板决定这个项目落实 横景军平的设计理念 是非常广为人知的 就是从淘汰技术的角度 去进行平衡思考 而这一理念 一直被任天堂公司 视为核心理念观察至今 具体理念的解读 由于视频篇幅就不聊了 如果真不知道朋友 不妨动手往上搜搜 在当时正老师卡修 与夏普两年 为争夺电子计算机市场 大打价格战的时期 激烈的价格战 也导致了日本本土半导体 业精评的设备过程 通过山内谱的引荐 横景军平与夏普社长 左博达成共识 将在GW上 使用夏普生产的 夜精评作为显示评 随后 横景军平开始带领团队 研发GW 并在1980年4月28日 推出了GW系列 游戏掌机的第一部作品 Ball 编号AC01 售价5800日元 GW的发售相当成功 5800日元的价格 在当时的日本 可以说是非常的接近气 要知道1979年 发售的微视觉掌机 有好几万日元 低连的价格 再加上星期有趣的游戏 还肩带上了电子表 时间的功能 直接就引起了 广大消费者群体的购买热潮 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就轻松达到了 销量200万台的目标 这让山内谱的信心大增 随后又与横景军平 研究将GW掌机系列化 将最初6个月发售的 5款JW划分为银系列 后边又分别推出了 金系列与宽屏系列 等等 总共10个不同的系列 现在很多任天堂 第一番品牌 门面级游戏 其实也都是从JW上来的 像赛尔达传说 超级马利奥兄弟 大金刚等等 他们都诞生于JW掌机 而1982年5月28日 上市的石油恐慌JW掌机 则是任天堂 首个生产的 可折叠双画面掌机 这种双屏幕 可折叠的设计 也在日后被应用到了 NDS掌机上 1982年6月3日 上市的大金刚JW掌机 更是史上首个设计 并使用十字箭的存在 而十字箭也被任天堂 申请了专利 并成为今后 首品设计的工业标准之一 接着到1991年10月14日 同产 JW系列掌机的 全球总相量 达到了4340万台 任天堂也成为了 名副其实的掌机之王 虽然后世有人 对山内府的评价说 其狂妄自傲 有独裁的霸道作风 但是这并不能抹杀 山内府的功绩与破裂 就当时的情况来说 敢于冒着破产的危险 来拍板 让恒景军兵开发 JW的地方破裂 一般人就做不到 后面的事实也证明了 山内府的眼光 与恒景军兵的价值 JW大卖特卖 不光让任天堂安全 度过了这次破产危机 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就还清了超过 80亿日元的银行债务 公司股票也是持续涨高 资金猛增数十亿日元 超级经典的任天堂 FC红白机开发费用 其实也就是这么来的 在研发JW时期 也是发生了很多趣事秘闻 在研发JW时 JW所使用的芯片 与计算器中使用的芯片 是相同的 而且绝大多数游戏 最初都是在内部 讨论会上被提出的 而且都是被手绘在 会议筆记上 然后才被做成游戏 并且在研发游戏时 都是使用的8英寸软盘来制作 对于上点岁数老玩家来说 肯定还记得 那个扇子大小的 8英寸彩色软盘吧 JW的屏幕采用是 分段式LCD屏幕 因为预先打印好了 图形叠加层 所以每部JW掌机 只能玩一款特定的游戏 也就是俗称的 一机一游戏 大多数游戏都有 AB两个模式 内容相同 但只是速度不同而已 每款游戏自被提出 到制作完成的开发周期 大约为2至3个月的时间 所以自1980年 到1991年为止 JW总共有 五十九款游戏和一款非卖品游戏 Nintendo Super Mario Bros. Parma 这款JW是任天堂F1 Grand Pay Tournament的优胜者奖品 目前一败上品项好的售价 差不多快接近五位数了 不得不说 任天堂游戏也从一开始 就是理财产品 客观来说 如果任天堂不是因为JW掌机 可能早就因为巨额债务而破产了 毕竟超过81日元的债务 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更别提后边的FC红白机开发经费了 靠卖纸牌跟小玩具还债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 如果说任天堂破产 那么亨领军品与公文帽等人 全都得下岗再就业 能不能继续从事电子游戏行业 还都是个问题 又和谈整个业界的未来呢 如果说任天堂早早因为债务问题 而没有在游戏行业站住脚 随后1983年亚大利大崩溃事件 是绝对对整个游戏行业 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那么敢问谁还敢踏进这个圈 PS5 XSX NS恐怕通通都不会存在了吧 不过JW也只是开启了 任天堂掌击帝国大门的一块桥门砖而已 真正让老任一同掌击帝国的 还得是大家最熟悉的GB家族 聊了这么老些了 咱们这次就先到这 下一期的话 咱们就来聊一聊GB系列掌击的故事 看到这儿的朋友 确定不来一发四处三连吗 好了 我是摄影线公网的契约 记得关注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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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